肺部小节节会消失吗 如文医生科药专家任辉 西岸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呼吸与微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 随着查体的普及 还有低剂量螺旋CT的广泛应用 那么近年来有很多患者 会因为自己被确诊了肺部小节节而感到困扰 那么什么是肺节节 什么又是肺部的小节节呢 肺节节通常指的是肺部的一些病变 直径在三个厘米以下 我们称之为肺节节 而直径小于一个厘米的 我们称之为肺部的小节节 那么在查体的过程当中 发现了肺部小节节 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们这个时候需要询问患者 是否有肺癌的一些高危因素 比如说是否有长期的大量的吸烟室 是否有接触生物燃料 也就是油烟呀 做饭包括农村 妇女会使用到的一些生物燃料 还有就是一些特殊的一些职业的暴露室 比如说隧道工 还有接触粉尘较多的一些职业 当了解了这些信息以后 我们通常会需要对患者进行肺癌 标注物的进行检测 如果以上的结果都是阴性的 小节节的直径在六个厚米以下 大家不用太担心 会不会消失 有部分的患者的肺部小节节是可以消失的 那么我们通常让患者在半年以后 来复查胸部CT进行对比 如果在半年的时候肺部的小节节消失了 我们把这一类的小节节叫做顺时的小节节 如果这些小节节不消失 那么我们后续还需要进行严密的随访 一般连续随访三年 小节节没有变化 基本上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